我国癌症高发,是鱼肉吃多了。 医生再三劝告,这三种鱼最好要少吃。 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撒进病房, 李大爷缓缓睁开双眼, 床头柜上摆着几份检查报告, 他伸手拿起来,眉头紧锁。 怎么会这样? 李大爷喃喃自语, 几个月前,他还是个精力充沛的退休公交司机, 每天晨练留弯,生活规律。 可突然间,身体出现异样, 食欲不振,体重直线下降。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诊断结果,胃癌。 李大爷躺在病床上, 回想着自己的饮食习惯。 作为一个地道的沿海人, 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吃鱼, 新鲜的鱼肉口感鲜美, 营养丰富, 他几乎每天都要吃上一两顿, 难道是鱼吃多了导致的? 这个念头在李大爷脑海中挥枝不去。 恰巧这时, 主治医生张医生来查房, 看到李大爷愁眉不展的样子, 张医生关切地询问, 李大爷, 有什么心事吗? 李大爷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张医生。 张医生听完, 沉思片刻, 开口道, 李大爷, 您的担忧我理解, 癌症的发生确实与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过, 单纯地将原因归结于吃鱼是不准确的, 让我为您详细解释一下。 张医生拉过一把椅子, 坐在李大爷床边, 娓娓道来, 他解释到, 鱼类确实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适量食用对健康有益, 然而, 某些鱼类在食用时需要特别注意。 张医生提到了三种需要谨慎食用的鱼类, 第一种是油炸小黄鱼, 小黄鱼本身营养丰富, 但经过油炸后会产生大量致癌物质, 如本病皮, 长期食用油炸小黄鱼会增加患癌风险。 张医生建议可以选择清蒸或煮汤的方式食用小黄鱼, 既保留了营养, 又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 张医生解释说, 腌制过程中会产生亚硝酸盐, 这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 他提到了一项发表在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上的研究, 该研究表明长期食用腌制鱼类会增加胃癌, 张医生建议可以选择新鲜鱼类, 或者在食用腌制鱼类时搭配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 以减少亚硝酸盐的生成。 张医生解释深海鱼类如鲨鱼、鳍鱼等, 体内可能含有较高浓度的重金属、乳拱, 长期摄入过量重金属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他建议可以选择浅海鱼类如鲁鱼、带鱼等, 这些鱼类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 听完张医生的解释,李大爷若有所思, 他回想起自己确实经常使用油炸小黄鱼和腌制鱼类, 这些可能是导致他患病的原因之一。 张医生见李大爷有些沮丧,安慰道,李大爷别灰心。 癌症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 虽然饮食习惯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种食物, 重要的是我们要吸取教训, 调整饮食结构,保持均衡营养。 张医生接着介绍了一些健康的鱼类食用方法, 他建议可以选择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如三文鱼、青鱼等。 这些鱼类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 还可能具有抗炎和抗癌作用。 张医生提到了一项发表在中国肿瘤临床上的研究, 该研究表明, 适量食用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可能有助于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 除了鱼类, 张医生还建议李大爷 多使用新鲜蔬菜和水果。 他解释说, 这些食物富含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预防癌症。 张医生特别提到了十字花科蔬菜, 如西兰花、卷心菜等。 这些蔬菜含有独特的抗癌物质。 李大爷认真地听着, 不时点头。 他意识到, 健康的饮食不仅仅是选择正确的食物, 还包括合理的烹饪方式和均衡的搭配。 张医生继续说道, 除了调整饮食,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适度运动, 戒烟陷酒, 保持心情愉悦, 这些都有助于预防癌症。 李大爷想起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习惯, 确实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方面。 他决心在康复后, 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张医生见李大爷神情坚定, 笑着说, 李大爷, 您有这样的决心很好, 癌症虽然可怕, 但并非不可战胜。 只要我们积极配合治疗, 保持乐观态度, 就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李大爷感激地看着张医生, 心中燃起了希望。 他意识到, 健康生活需要长期坚持, 不能一蹴而就。 他决定从现在开始, 一步一步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病房里, 阳光渐渐变得明媚。 李大爷看着窗外, 仿佛看到了康复后的美好生活。 他按下决心, 要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身边的人, 提醒大家关注饮食健康, 珍惜生命。 张医生临走前, 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 他强调, 在治疗期间要严格遵医嘱, 保持良好的心态。 同时, 他也鼓励李大爷多与家人朋友交流, 寻求精神支持。 李大爷点点头, 心中充满感激。 他知道, 虽然前路艰辛, 但有医生的专业指导, 家人的支持, 以及自己的决心。 他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重获健康。 随着时间流逝, 李大爷的病情逐渐好转。 在住院期间, 他认真学习了许多有关健康饮食的知识。 出院后, 他将这些知识付诸实践。 不仅自己受益, 还影响了身边的人。 李大爷的邻居王阿姨, 是一位退休会计。 听说李大爷的经历后, 他也开始重视起自己的饮食习惯。 王阿姨以前很喜欢吃腌制食品, 现在他学会了制作新鲜的鱼类料理, 既美味又健康。 李大爷的儿子小李, 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 他从父亲的经历中受到启发, 开始在学校推广健康饮食的理念。 他组织学生参与烹饪课程, 教导他们如何制作健康美味的鱼类菜肴。 社区里, 李大爷成了健康生活的宣传员。 他经常在小区的活动中心, 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学到的健康知识。 渐渐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饮食健康, 改变不良习惯。 一年后, 李大爷完全康复。 他重新回到了活跃的生活中, 但这次, 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每天清晨, 他会去附近的农贸市场挑选新鲜的食材。 他学会了各种健康的烹饪方法, 经常邀请邻居朋友来家里品尝他的健康美食。 李大爷的故事在社区里广为流传, 成为了一个激励人心的例子。 人们从中学到, 健康的生活不仅需要正确的知识, 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随着时间推移, 整个社区的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 人们更加注重食物的选择和烹饪方式。 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有所下降。 李大爷的经历, 成为了推动整个社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疾病至关重要。 虽然某些食物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 但关键在于保持均衡的饮食结构, 采用健康的烹饪方式。 同时, 我们还要记住, 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福祉。 通过互相影响, 互相学习, 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生活环境。